《心事台》 各位观众,今天很开心 很难得请到父子健精神科专科医生 和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 所有父母都想听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自己有问题 大人就没那么紧张 反而小朋友的问题 所有父母都紧张得不得了 今天我们针对着一个小朋友 在情绪发展或成长里面 大家很关顾的问题 无论是情绪也好 智力发展也好 我们很难得请到父子健医生 请他给多些资讯我们 多谢你父医生 很难得 很开心 我们先从哪里开始呢? 先由一个BB在肚子里面分享一下 好吗? 智力或情绪发展是怎样的? 其实BB仔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 其实妈妈本身来说 怎样去给一个最好的环境的小朋友 所谓最好的环境 不是说房子如何养 或者将来给什么物质上的小朋友 而是当BB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你怎样可以给自己一个 最好的心理状况 去培养小朋友 不用很复杂的 你只需要令自己每一天开心心地怀孕 其实对于BB来说 已经是最重要最大的礼物 即是叫妈妈不要太紧张 因为妈妈过分紧张 寶寶也会影响 是的 很简单 如果妈妈常常担心这种 担心那种 其实身体很自然 会分泌一些压力荷尔蒙 其实对于BB 没有一个好的影响 生完出来之后 寶寶也可能会比较紧张 或者比较猛烈一点也不一定 即是说 寶寶的肚子里面 感应到妈妈的压力 加上出生后 压力会形成了 无名的 寂寞感觉 是的 小朋友 其实 一出生来说 对于父母的反应 已经存在 他们已经开始有些感受 未必可能他们的视觉 未发展得很好 但他们的听觉 已经发展了 加上肚子的时候 已经认得妈妈的声 到出生后 其实我们发觉 原来BB仔 在他们比较 暴躁 或者不安的时候 听到妈妈的声 甚至乎爸爸在身边 经常都会说话 都听到爸爸的声 他们会比较平静一点 哦 原来我们只要想BB乖 首先爸爸妈妈要多些沟通 是不是和BB说多些东西 或者在肚子里 真的对着肚皮说话 是有效的 其实是的 对着肚皮说多些东西 妈妈的声音 就不需要特别 如何去对着肚皮 但是爸爸 如果想BB仔对你的声 有反应的话 就可能真的要 贴近多些妈妈的肚皮 和BB仔说多些东西 令到BB仔早些 开始对你的声音 有印象 其实是一件好事 哦 说些开心的东西 因为如果说得不开心 又慢慢地 大家可能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我们叫做原生家庭 父母对教子女 有自己那一套 这个要早一点 大家要够够够够够 如何照顾个BB 看多些我们的心事节目 学多些东西 第一 其实很多育儿的知识 已经发现得很好 给了很多资讯 我们的父母 其实出生后 那个BB仔可能 像一块饭 我自己 我早两天 在茶楼里 听到远处桌子 那里全是BB仔的哭声 哭了很久 而且是声沙力揭地哭 那我就装一下 什么事 旁边有家人吃饭 我为什么要哭得这么惨 为什么要抱抱她呢 我看到那些谈谈 妈妈说 有得她 抱惯了 将来很难脱手 有得她哭 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是的 如果很多中国人的社会 都是很反对 小朋友抱 因为怕抱惯了 慢慢脱不了手 但是我们发觉 如果小朋友 当他们有一个情绪的反应 他们哭 其实是很自然的 很简单 小朋友 他肚饿 痕 痛 他们不懂得表达 他们就靠一些 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哭 如果他们有一些 譬如 内心的不安 不满 肚饿等等 甚至乎不舒服 他们不去这样表达 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表达呢 如果父母不懂得 在这个时候 给一些适当的关心 譬如抱一下她 拍一下她 其实父母在身边 会知道你的感觉 他们慢慢慢慢 会开始对于这个世界 对于自己 觉得非常不安 反而令到他们的情绪 更加波动 真的 小朋友 由小到大 成长 父母的因素很重要 我们要学会 如何照顾我们的孩子 多谢父医生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多些关爱我们的孩子 对 抱一下她 对 抱一下她 告诉她 身边有人 会知道她的情况 但其实 在说孩子 你当然要抱她 要哄她 有很多不同的情绪 可能她是失望 绝望 可能是妒忌 等等 这些这样的持眼 其实我们应该在一个很早的阶段 尝试去令她去明白 这些所谓的负面的情绪 有什么分别 例如跟她说 我看到你哭 其实是否很妒忌 哥哥 有雪糕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你考试 成绩不好 等等 这些这样的方法 可以丰富到小朋友 他们自己的情绪 了解 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原来我懂得告诉妈妈 我是妒忌 我是失望 我是绝望 其实她如果能够 自己表达得到的话 她会少些不安暴躁 她会更容易跟大人沟通 亦都是 如果在一个比较早的阶段 对于自己的情绪了解多的话 她自己会更容易 建立自己的自信 情绪要学习 很多时候老人家 男生哭什么 可能已经是 抑压了她对自己情绪的了解 其实没错 常常都说 男生不准哭 男儿流血不流泪 等等 这些说法 其实往往是 阻外了小朋友 他们正常的情绪的发展 他们可能觉得 原来有事 是不可以和别人说的 有事 一定要自己收起来 如果他们收起来 就不需要和别人说 但往往我们发觉 当他慢慢慢慢 在成长过程 去到比较大一点 原来都发觉 一直都不懂得 将自己的困难 将自己的不开心的东西 说出来 往往去到一个临界点 他们遇到压力 已经再接受不到的时候 便会爆出来 所以爆出来 可能会用一些 不正确的方法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例如一些发脾气 破坏公物 甚至有些人 因为对于不开心 或者互相伤害自己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 不希望见得到的情绪表现 多些同小朋友去沟通 而且沟通过程中 是否教会情绪的形式 这个自己也要学 是的 大人也要学 有时玩游戏 心理游戏 叫大家将所有不开心的字 寫出来 寫出来都是不开心的 顶碰也是多寫两个字 原来我们辞回 反映到我们对情绪有多了解 是的 其实所说 如果真的小朋友 对情绪不了解 不懂得表达自己 或者他暴躁等等 对他成了发展往后 都会有很多影响 其实是的 如果小朋友 如果当他暴躁 其实往往是发觉 他们不懂得 如何好好控制自己 一些负面的情绪 不懂得用一些 比较正面的方法去发泄 我们这样说 有一些家长 教小朋友的方式 例如小朋友 跌上哭 其实痛当然是很自然的 家长可能很多时候 会跟他说 地地也也也 我打回地地 小朋友慢慢慢慢 就会发觉 原来所有很多 自己的不开心 不满的东西 原来不是和自己有关 可能他以为 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外来的因素 外造的因素 影响着我 我自己就不需要去解决问题 不需要去面对问题 永远都是坐在那里 逐的地说 等运度 希望有一个好的将来 好的契机 可以令自己发展得很好 这些也是一些比较消极的处理问题 方式 或者怪责他人 是的 会怪责 全部都是你们错 不关我事 你们弄得我那么生气 原来他们的情绪 怪责别人 自己那么忙 是的 永远将问题的源头 不会向自己找 不会尝试去想想 自己会否在这件事上 有什么责任 甚至乎不懂得 在某些错误的经验里面 找得到一些 原来有些地方可以学习得到 不能够长期不断地改善自己 这些都是一些 学习上的困难 令他们不能够 令自己不断地进度